两个气白虎的一个HCC 那么我们看一下 目前的这个积分情况啊 大头鱼选手是第一名啊 已经开打了 那么哦 这个HCC终于开始打了 嗯 那咱们来看一下 那么HCC的话 对阵的是这个大头鱼选手 那另外一位无畏的奶牛的话 无畏的牛奶的话 这位选手的话是直接这个 变成优胜奖了啊 也不一定 他还要击败大头鱼 或者他还要击败 这两位选手中的胜者 那么这个 这位HCC好像是看到这个 刚才世界上喊话 好像是已经轮空了这个 两轮了 运气应该还算不错 开动了 给自身的宠物的话套了个镜子 单空了上方的这个人物 起手的话 这个占了一点小优势 好 给自身的话 这个解控 继续控 好 第二下没空上 那么这样来的话 问题不大了 现在这个天气啊 好热啊 上方的话 我这一不留神 上方这个 换宠了吗 这是 还是我这眼花啊 好像是换宠了 刚一不留神啊 哦 4000 4000 直接击飞 哦 很漂亮啊 这个HCC 这个选手啊 这个 很厉害啊 你做打的是 可是这场里面的第一名啊 种子选手 如果大合选手的话 前三名肯定是稳了 那他现在是分数第一 就算这把他被淘汰的话 呃 前三名也是没问题的 哦 那么这一下的话 又把下方选手的话 这个控上了 好在对方的话 这个人物也被控了啊 下方选择了进击 上方的话是选择了无视啊 继续控 继续打 单转了这个下方的属性 问题是你找完之后 你只是刻水 地刻水啊 但是你没有办法 吃到一个战场属性 有时啊 你依然被对方这个 嗯 克制一半 皮皮估计赢了 那这他啊 世界上说的应该皮皮 应该是指这个HCC吧 果弹攻击啊 配合控制 哎 这有点看不懂啊 上方选手没选择回血 是选择了给自身套了个镜子 单转对方属相 一般是擅长啊 在一一一当中啊 使用单转的 那一般都是这个 一一的这个老将 四千四 哇 非常漂亮 非常给力啊 这个先控啊 然后呢 在这个背水一击啊 直接把那个打死 多段攻击 那么这一回合的话 这个 好大头鱼选手的话 方出他的第三只宠物了 大头鱼选手 好像你没有水宠啊 你你不 不放个水宠吗 不不放了也没用啊 对方这个 擅长单转 放了也没用 哦 又把你给转了啊 这个地属镜啊 又给你转成了火属相 然后这个 就被这个水属镜 完克 关键是这个 人物还被控了 那么下面 下方选手 大头鱼选手 这块人物被控 很尴尬 又单转 一点血 又被控 哇塞 这这这 用落马了吧 应该是要用落马了 这个一般情况下来 非常擅长 1v1的选手啊 会用这一套啊 先把你实化 然后呢 用落马 好 已经落马状态 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他的这个 哦 果然 这回我看到了 已经落马了 那么这块是落马形态啊 落马形态的话 这个啊 你你你不用这个 被水打吗 你用这个控制计算 打打不出伤害的啊 这实化的话 这个呃 他的防御率很高 哦 那这下没中 对方要先换蟲 哦 哦 这个 这个 这不有点 有点 有点凶的 以前多血 哦 我直接打死 非常漂亮 这个HCC啊 真看不出来啊 太给力了 这个绝对套路非常深啊 那么这个 这样一来的话 HCC选手呢 但是问题在于 HCC选手 现在的这个分数 有点低啊 他现在是拿了三分 他如果能再战胜 无畏的牛奶选手的话 他就能拿前三啊 他如果打不赢 无畏的牛奶的话 这个 他就拿不了前三 关键是这个 无畏的牛奶 这位选手 他也没再排到宝子啊 这两位选手 真是难兄难弟啊 你俩都不在排行榜上 然后的话 这个都还得打一对手啊 你想闹都不行 这这这这 这可就真是 这无畏的牛奶 也是 也是一位老牌战将了啊 那么咱们看 这两位选手的这个精彩 这个博弈吧 这也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乱舞PK啊 海雪赛里面的这个最后一场战斗 啊 余村建筑内的话 出现了终极BOSS 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提示呢 这个是怪物工程啊 每天晚上呢 这个嗯 9点到10点随机的 会这个刷这个怪物工程啊 然后呢 这个